好,大家好,我们继续 接下来看第四节 内膜癌 全称子宫内膜的增生与子宫内膜癌 充分证明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子宫内膜的增生症 尤其是不典型增生 是内膜癌的癌前病变 这是口纲 我们依次进行 首先内膜癌作为女性 升至到三大恶性肿瘤之一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看她的发病年龄 因为她平均发病年龄是60岁 有75%四分之一的患者 发病于50岁以上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叫她老年癌 是的 比如说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 这个跳完舞之后在一块聊天 聊什么呢 说千万可别见红 什么叫见红啊 就是阴道流血 说腰已经干了 如果再见红 这叫枯树又逢春 老树长心芽 腰孽之相 一见红就离死不远了 比如说那谁 那谁谁谁老张老陈 就是见红了 然后得矮了 说的就是她 内膜癌 看一下她占女性癌症总数的7% 而占深知到癌症总数的 深知到恶性肿瘤总数的 20%到30% 所以是很高发的 好 那么方便相关因素 首先就是与磁激素的关系 甚至我们根据内膜癌与磁激素的关系呢 给它进行了分型 将子宫内膜癌分为一型和二型 一型内膜癌就是被磁激素刺激出来的 所以我们又叫它磁激素依赖性的内膜癌 那么跟磁激素没有关系的 我们叫它二型 可见它与磁激素之间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磁激素能让子宫内膜增生 我们用一组图片来让大家体会一下 磁激素在内膜癌的发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请看一下这是正常的子宫内膜 每个月经周期的磁激素 使子宫内膜呈现增生期或者叫增持期改变 但是如果女性体内只有磁激素 没有孕激素 要知道单一磁激素的长期刺激 而无孕激素的对抗 就可以让子宫内膜因为长期增生 而发展到不典型增生 不典型增生即为癌前病变了 也就是说子宫内就是 这个线上皮细胞已经有一型性了 已经有一型性了 跟正常的细胞已经不一样了 为不典型增生 继续发展下去 就是癌了 这样长出来的癌是一点一点癌的 能理解吗 它不是说啪一下子就癌了 它是一点一点癌出来的 所以呢 癌字局限在弓腔内的时间会比较长 发生转移会比较晚 相对预后会比较好 这种长出来的癌都属于E型内膜癌 也就是磁激素依赖性内膜癌 所以记得这句话 长期磁激素的单一刺激 而无孕激素对抗 是内膜癌的一个高位因素 那么我们不得不来关注一下 磁激素哪来的 也就是说 哪些情况下 磁激素会单一的长期刺激呢 那根据磁激素来源 内缘性的磁激素和外缘性的磁激素 内缘性磁激素过高 鉴于无排卵性供血 因为卵巢不排卵 所以没有孕激素 所以体内只有单一的磁激素 比如说绝境过渡期 绝境过渡期卵巢功能衰竭 逐渐开始不排卵了 但卵巢上能分泌磁激素 此时除了就是微绝境期的妇女 或者说绝境过渡期的妇女 除了可以表现出无排卵性供血之外 也有可能是内膜癌 所以需要鉴别诊断 需要鉴别 因为临床表现都是异常子供出血 第二呢就是多囊咯 多囊卵巢综合征 唾点就是不排卵 只要不排卵 就没有孕激素 还有 有的时候 卵巢上长出来的肿瘤 那些肿瘤也能分泌什么激素 此激素 这个我们到下节课 讲卵巢肿瘤的时候会专门讲 哪些肿瘤可以分泌此激素 对 比如说颗粒细胞瘤和卵抛膜细胞瘤 那么得这些卵巢肿瘤的患者 尤其是老年人如果得了这些 分泌雌激素的卵巢肿瘤 可以同时合并内膜癌 再好就是一些个体因素 比如说出巢早绝经碗 出巢早绝经碗 对于一个女性而言 应该说是一件提高生命质量的事 对比如说我们呢还没有发育的时候 人家呢早早来月经了 早早就已经发育成一个青春靓丽的美少女了 就我们还是黄毛小丫头 然后我们还我们都要绝经了 人家依然风华绝代 是吧 还不绝经 这样的话呢 看上去很好 其实因为磁激素对子宫影响的时间太长 一定程度会增加内膜癌的发病率 再好就是从来没有生过孩子的 脚不孕的 少产的 现在呢 现在虽然计划这生育政策已经放开了 结果呢 大家都尝到了少生孩子的甜头 结果是让生也不生了 要知道 不生孩子 子宫一辈子都在受磁激素的影响 会增加内膜癌的发病率 而怀孕呢 每一次怀孕 子宫和卵巢至少歇一年 怀孕十个月 子宫内膜是不增生的 对不对 不增生的 生完孩子哺乳 就生完孩子之后 至少还要再停两个月吧 生一个孩子 子宫和卵巢都能歇一年 子宫和卵巢都是 因为那个时候是胎盘的主场 是这样吧 胎盘说了算 子宫和卵巢终于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所以没有生过孩子的 更容易得内膜癌 而生孩子生多了容易得 宫颈癌 大家还记得吗 早产密产 OK 是宫颈癌的高位因素 好 这是内院性子宫素 再来看一下外源 外院性子宫素 主要建于磁激素替代疗法 比如说 为了治疗血清综合征 而使用他摩细分 或者说 使用单一次激素治疗的妇女 要知道 绝境激素治疗 给上磁激素 必须加给孕激素 用孕激素 去对抗磁激素 否则就会增加内膜癌的发病风险 另外大家看 长期磁激素的次举 子宫内膜增生 增生 增生 将历经这样的一个过程 首先是单纯性增生 然后发展到复杂性增生 然后再发展到不点性增生 单纯性增生和复杂性增生 我们又称之为 子宫内膜增生症 子宫内膜增生症 这个时候还没有癌 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 就是月经问题 表现出来的是月经的异常 到不点性增生 就是癌前病变 看癌变率达30% 这个单纯性增生 根据它的子宫内膜形态 我们还叫它 瑞士甘烙氧增生 大家还记得吗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表格串一下 我们来比较一下 一型内膜癌和二型内膜癌的区别 这儿是可以单独出A型题的 也就是说有难题 好 我们来看 一型内膜癌 也就是雌激素依赖型的内膜癌 它呢 患者的年龄 相对来说较年轻啊 这里说的较年轻 你可以理解为 比如说五六十岁 五六十岁 大概是这个 而且患者呢 往往是有肥胖 高血压 糖尿病 这样的体质因素 这样的老太太 更容易得内膜癌 更容易得一型内膜癌 所以有时候 我们管这三 叫管肥胖 高血压 糖尿病 称之为内膜癌 三连症 再看二型内膜癌 这也就是 怎么说呢 患者往往是年老体弱 垂垂老也 比如说七八十岁 一个例子啊 七八十岁的 这样的年龄 OK 就是更老 高龄患者 所以大家就能猜得到 哪个育后会更好 一型 是这样吧 对 一型发病率更高 但是育后却更好 二型发病率低 但是育后却更差 你根据这年量 也知道它育后好不了 然后呢 一型内膜癌 被雌激素 刺激出来的癌 它的组织学类型 就是子宫内膜样的 腺癌 就是子宫内膜的腺体 发生 不典型增生 然后一型性增生 而形成的癌 关键是腺癌 而二型内膜癌 是除腺癌以外的 其他的组织学类型 比如说僵液性腺癌 碾液性腺癌 透明细胞癌 等等 这些组织类型少见 但是恶性程度却更高 因为一型内膜癌 被刺激素刺激出来的 所以子宫内膜都是增生 增生 增生出来的癌 所以 子宫内膜的病变基础是什么呢 是增生明显 而二型 二型的子宫内膜 其实是萎缩的 只有癌变区域 癌的那个地方 是有增生 异性性增生 能理解吧 异性性增生 大部分子宫都是萎缩的 异性内膜癌 准确的说就是这种腺癌 这种腺癌呢 因为它是一点一点癌的 逐渐癌的 所以它癌的过程比较长 因此它局限在 弓腔里的时间比较长 大家还记得吗 当我们发现它的时候 它的分级分期都比较低 所谓分级低 是指的恶性程度低 所谓的分期低 是指的 还没有转移 所以愈后就好 而二型内膜癌呢 它是说癌趴就癌了 就这种意思啊 因此呢 它的分级比较高 也就是恶性程度更高 分期更高 也就是当我们发现它的时候 它已经广泛转移了 因此愈后更差 一型内膜癌 因为是被雌激素刺激出来的癌 所以癌细胞上多有心激素的受体 比如说有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受体 这些受体是阳性的 那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可以给予 孕激素治疗 就是我们用孕激素去对抗 此激素是可以治疗 一型内膜癌的 好 但是二型内膜癌 它的癌细胞上呢 是没有 此孕激素的受体的 或低表达 也就是说二型内膜癌 我们给予孕激素治疗是 无效的 最后这个分子事件啊 这部分呢 大家是我专门帮大家 归纳整理的 因为有的时候题目考到了 书上没有写 所以我就给大家列在这了 一型内膜癌的分子事件呢 多是这个 PTN 这个基因的失活 或者是微微星的一个不稳定 而二型内膜癌 它的分子事件 主要是EI基因 EI基因P53的一个突变 以及这个 HEB2基因的一个过表达 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知道不好记 没关系啊 进考场之前看一眼 有个印象 这些死尽应备的东西嘛 是吧 好过了 接下来是 子宫内膜癌 发病相关因素的第二方面 就是遗传因素 我们发现 临床上大多数内膜癌为散发 然而其中的5% 是与遗传有关的 这我希望大家呢 记一个名字叫 Linter 叫林奇综合征 这个综合征是一个 遗传性的家族聚集性的疾病 又叫做遗传性的 非吸肉节肢肠癌综合征 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 就是问他的家族史 家里面有人得子宫内膜癌 有人得乳腺癌 还有人得节肠癌直肠癌 有时候我们就直接叫他 乳腺癌内膜癌直肠癌综合征 它是一种常染色体险性遗传病 这个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一些年轻女子 发生了内膜癌 因为我们知道内膜癌 高发的是老年人 年轻的时候就得内膜癌了 往往是与这些基因有关系的 Linter 林奇综合征 好 另外呢 我想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 因为我发现 近些年来有题目考到这儿 但是书上呢 就是你们书上没有介绍的很清楚 大家还得自己去搜索答案 比较费劲 请看一下 就是我们 还可以将内膜癌 按照分子特性的分为以下四种亚型 Po2变形 V卫性不稳定型 低拷贝型和高拷贝型 其中 孕后最好的是这个Po2变形 而孕后最差的是这个高拷贝型 这样大家就有备无患了 好了 以上我们是介绍了内膜癌 它的发病相关因素 对吧 下面看一下题目 问属于内膜癌 癌前病变的项目是哪一个 这种就比较简单了 答案是什么呢 是 只有不典型增生是癌前病变 但是只要带增生的 大家看增生 增生 这些都与内膜癌相关 都与内膜癌是相关的 好 二型内膜癌子宫内膜可能是萎缩的 好 下一题 问发生内膜癌高危因素 不包括以下哪一项 看一看 我们提过它 对不对 多生予 早产 密产 生孩子 生多了 那是宫颈癌的高危因素 而不是内膜癌 一个都不生 胃孕 少产 才是内膜癌的高危因素 对吧 其他 我们都说过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内膜癌的病理类型 先看一下 这个癌长什么样子啊 就肉眼观 大体 长这样 那么长成这个样子的 我们就叫它 弥漫型 长成这个样子的 我们叫它局限性 大家猜一下 这两种类型 哪一个更容易发生走去转移 哪一个更容易发生子宫外的一个转移呢 不是弥漫型 是它局限性 对 因为局限性呢 是往深层长 所以更容易突破子宫 将膜发生 子宫外转移 而这个弥漫型呢 它是顺着弓枪往里长 往里长 是吧 然后弓枪都塞满了 找不下了 然后它才往外长 是不是跟你想的有点不太一样了 对 这些文字就是描述我刚才讲的啊 大家自己看一下 哦对了啊 说一下啊 如果子宫弓枪里全是癌 癌组织可以坏死 可以激发感染 对吧 然后这里边全是什么 弄啊 全是弄 所以它可以弓枪内积弄 好理解吧 那有的患者来的时候啊 我们都不用做复合检查 阴到一打开 那个臭味砰一下出来了 就一老太太 来就诊的主宿是什么呢 说医生啊 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股味 家里人也老说 我身上有股恶臭味 但是我 所以我就老洗 我天天洗 身上还是有这股臭味 然后我来检查了 就是只是以这个作为主宿而就证 那我们老太太上检查 床上阴道一打开 你就看着那个宫口啊 顺着那个宫口 流出来那些恶臭的糟粹样的组织 对啊 那就是癌了 刮工都不用了 直接流出来那些糟粹的组织送病理 就定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病理类型 病理类型需要大家记啊 最常见的也是育后最好的 内膜秧险癌 它最多健 看占80%到90% 其他的就是下面这些我们可以统称为什么其他 其他类型的少见 其他类型还包括粘液性癌 僵液性癌 透明细胞癌 甚至还有癌肉瘤 看这名字啊 就很吓人 就是既有癌又有肉瘤 上皮组织来源的恶性肿瘤为癌 兼液组织来源的恶性肿瘤为肉瘤 既有癌又有肉瘤 这叫混合性肿瘤 那恶性程度肯定相当的够 好在它极少见 又叫恶性喵乐管混合瘤 然后这些病理类型当中 请看 前两种内部量性癌和这个粘性癌 这两种呢 相对来说恶性程度比较低 育后相对比较好 而下面这三种 僵液性透明细胞癌 以及这个癌肉瘤 恶性程度高 所以育后比较差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是从这儿分开 内膜样癌又叫腺癌 内膜样癌又叫内膜样腺癌 它就是腺癌 腺癌 子宫内膜不就是腺体吗 就是子宫内膜的腺上皮细胞形成的癌 这种是属于一型内膜癌 粒属于一型 内膜癌 下面这几种 可以例属于二型 大多属于二型内膜癌 也就是非磁激素相关性肿瘤 因为内膜样性癌最多见 所以内膜样性癌最多见也 育后最好 对吧 育后最好 但它的育后 一个恶性肿瘤的育后 除了取决于它的病理类型之外 还取决于它的恶性程度 也就是取决于它的分化程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内膜癌 诊断内膜癌 也就是腺癌之后 我们需要给它进行分级 就是病理科医生的工作 分为三级 一级 解成G1 你要认识这个G1 G1就是一级 意味着 分化比较好 恶性程度比较低 二级写成G2 意味着腺癌 中分化 中度恶性 三级写成G3 意味着这个腺癌 癌细胞 低分化 低分化 高度恶性 所以每当你看到G3的时候 将提示什么呢 愈后差 一个癌的愈后 差 也就是虽然它是心癌 但是恶性程度比较高 下面看一下转移途径 只要是癌 转移途径都以 直接蔓延和淋巴转移为主 这是癌 它的生物学特点 是吧 其中直接蔓延 大家想 内膜癌往哪儿蔓延啊 想一下 自行脑补啊 癌长在弓腔 往哪儿蔓延啊 往上就是累积两侧的输乱管 对不对 然后累积乱潮 然后往下呢 内膜癌往下就是累积宫颈吧 是不是 累积宫颈 再往下累积阴道 往外 往外就是累积宫棚 是这样吧 这是它的直接蔓延 接下来 淋巴转移将直接决定分期 所以它 我们有时候会问 主要转移途径是什么 淋巴转移 血型转移建于晚期 除非癌组织突破血果 才有可能经血型转移 好 过 那下面呢 有的时候难题会出在这儿 大家做题的时候做到难题 往往是这个位置 它会问你 内膜癌淋巴转移的路径 淋巴就转移到哪儿的淋巴结 首先啊 说明一下 容易发生淋巴结转移 意味着 呃 意味着预后差 对吧 意味着 意味着分期高 预后差 那哪些肿瘤更容易发生淋巴结转移呢 看 I中累积宫颈 深基层浅润 以及分化不良 分化不良意思就是G3 分化差 对不对 恶性程度高 记录为G3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见过了啊 好啊 另外 就是转移的途径 也就是说内膜癌往哪走哪一组淋巴结 会转移到哪一组淋巴结 其实取决于I的生长部位 这一部分其实是在考解泡 没办法 大家看一下这一大堆 看上去会觉得很有压力 其实它就是在考解泡 我们给张图大家就好理解了 你看啊 如果I长在哪呢 长在宫底部 就长在这 那你说它会往哪走呢 它肯定会往两边走 顺着困刃带的上部 对不对 然后累积哪呢 累积骨盆漏斗韧带 看 沿着困刃带上部的淋巴管往 到骨盆漏斗韧带 到骨盆漏斗韧带 就可以到腹主动脉旁淋巴结 就顺着这 就上去了 可以到腹主动脉旁淋巴结 这是最高的淋巴结组了 所以癌造长在宫底的话 淋巴转移的更远 然后如果癌长在宫脚 和子宫的前臂 比如说长在这个地方 长在这个地方 它怎么走啊 这个癌细胞可以顺着宇丸韧带 大家还记得圆韧带吗 穿过起子宇宫脚 穿过两侧服务钩管 止于前面 吃骨前连河 把子宫拉着前寝的那个 所以它可以顺着圆韧带的淋巴管 往前 到哪了 到服务钩淋巴结 好 再看如果癌造长的位置特低 长到了哪呢 子宫下段 靠近宫颈 甚至已经蔓延到宫颈了的话 那它的转移路径 就跟宫颈癌是一样的 顺着与宫颈癌转移路径相同 可以优先转移到盆腔淋巴结组 比如说宫胖淋巴结 臂孔淋巴结 卡淋巴结 卡内卡外 卡总淋巴结组 OK 那如果癌造长在子宫的后臂的话 那它就可以顺着宫底韧带 顺着子宫后面的宫底韧带 到直肠淋巴结组 所以这一部分 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规律 而不是死机应备 看一下这道题 题目问 内膜癌的生长特点 哪像是恰到的 我们说内膜癌相对于宫颈癌 相对于卵巢肿瘤而言 相对而言 生长较为缓慢 大部分我们诊断的时候 尚处于早期 所以相对来说 预后比较好 因为我们说的是多数啊 因为我们说了内膜癌 最多界的是腺癌 也就是异性内膜癌 一点一点逐渐增生出来的那种癌 所以大部分伸张缓慢 局限于内膜或弓腔的时间比较长 只有某些特殊的病例类型 就是除腺癌以外的那几个 僵液性 粘液性 透明细胞样 或者是高级别 G3样 G3的腺癌 发展可以很快 短期内可出现转移 理解吧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的是D 这道题是拿内膜癌 跟其他的肿瘤相比较 跟宫颈癌 跟卵巢肿瘤相比较而言的 好的 那么下面就是分期了 每当涉及到分期 大家就会觉得 天呐 又要进很多东西吗 不会的 因为分期最难的 最记起来最费劲的 就是宫颈癌的分期 对 内膜癌的分期是很简单的 但是提醒大家 宫颈癌的分期是临床分期 我们用手摸一摸 比如说双核诊和三核诊 顶多再加个影像学必超 我们就可以在手术前 就可以确定分期 宫颈癌分期在手术前 即可确定是临床分期 但是内膜癌的分期 是手术分期 也就是内膜癌 是在手术当中 确定分期的 术前只是一个大概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内膜癌的分期 这个表格呢 是放在这里给大家备查 那我讲课的时候 换一种方式 简单一点的 内膜癌这四期 这么记 一宫体 二宫颈 三局部 四远处 对 顾名思义 一期内膜癌 上局限于子宫体 或者说宫腔 子宫体 那么只要到向下 扩散至宫颈 即为二期 所以一宫体 二宫颈 但是一期二期 这个癌上未出子宫 未出子宫 同意吗 癌没有出子宫 那么三期呢 就是局部 局部你也可以叫它盆腔 就是局部这俩字啊 你也可以给它换成盆腔 但是呢 如果说成盆腔 就比较容易产生误会 毕竟膀胱和直肠 也在盆腔里边 然而转移至膀胱和直肠 却是四期远处 却是四期 我说过了 女性深知系统肿瘤 但凡累积前面膀胱 后面直肠 以及远处 都是四期 对吧 所以四期远处 这是它大的分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 里边的分切 里面也不难啊 比如说一期内膜癌 分一A和一B 其区别就在于 癌噪浸润基层的深度 深度 未超过二分之一基层 一A 超过二分之一的基层 一B 简单吧 接下来二期更简单了 但是大家得注意这个细节 特别容易 错 那就是 嗯 内膜癌的二期 累积宫颈 必须累积到宫颈的 兼指 所以还是这种方式啊 就是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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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癌噪累积宫颈 兼指才算二期 如果癌噪颈累积子宫 宫颈 粘膜的 线上皮 不算二期 因为它的预厚跟一期无区别 理解吧 那我给大家 拿出一张图来啊 比如说这就是 宫颈的 粘膜 大家看单层柱状上皮 围成线体 这是线枪啊 往外分泌粘液的 往外分泌粘液的 这是线枪 对不对 然后这一排就是 先上皮细胞 注意啊 如果癌细胞 只请及这一层上皮细胞 不算二期 照样属于一期 因为预厚跟一期没区别 算二期的时候 必须累积中间的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我们才叫它什么 才叫它兼指 也就是线体和线体之间的 这个部分才是兼指 大家发现了吗 兼指里面 才有血管啊 神经啊 淋巴啊 这些脉管 累积宫颈兼指 才有可能发生转移 同意吗 它的预厚 跟一期 才有区别 所以大家务必 注意这个兼指 好了 下面三七四七 大家就 因为这儿好记 所以好考 理解我的意思吗 最好我还记一下啊 我只要求 我只要求大家记 宫颈癌和内膜癌的分期 其他肿瘤的分期呢 一般就 不怎么考啊 来看一下三七 是癌造发生局部 或者叫区域的 波散 三七分 三A 三B 和三C 三A是累积子宫的胶膜 就是子宫外膜 和或附件 就是输脑管和卵巢 所以内膜癌 累积输脑管和卵巢 属于什么呢 属于三A 三B是指的累积阴道了 再向下累积阴道 或者是累积公棚 这是三B OK 然后再看 三C 是累积喷腔的淋巴结 或辅助动脉旁淋巴结 好 只要累积淋巴结 即为三C 四C简单 膀胱直肠和远处 统称为几C 四C 所以这里也就三C稍微呢 会费点功夫 多记一会 这是我给大家编的顺口溜 内膜癌的分期 希望可以帮大家记得更简单一点 来过一下 一C在宫铁 二C累宫井 三C超子宫 就是出子宫了 但是现盆清 就是区域嘛 就是区域 四C最好记 所有都一样 对不对 那EA1B 看深度 二分之一 分得清 二C注意关键字 什么关键字呢 兼止受累财算数 三C波散满盆腔 三A浆膜和附件 三B阴道和弓棚 三C累积淋巴结 最后 膀胀直肠和远处 所有四C都一样 这就是内膜癌的分期 那好 大家如果不想背 你也可以去题目中记 来吧 看这道题 问你 FIGO09年的内膜癌手术分期标准 和为二C 谢谢大家 应该记住了 兼止 累积宫井 且得累积宫井 兼止 尚才属于 二C 下面三B 三七 三七是发生子宫外的区域转移 是吧 区域波散 其中三B是累积哪里呀 三B是累积 阴道和弓棚 对不对 阴道和弓棚 累积阴道 或者什么 弓棚 对 三A是累积了 子宫 僵膜和附近 这是三A OK 累积淋巴结是三B 一回声两回手 但凡是需要死尽硬背的东西 大家认真去记一下就好了 好 下面内膜癌的临床表现 早期的时候 他身藏弓腔 没啥症状 但凡有症状 就表现为 阴道流血 对 阴道流血 那最特征的一点就是 绝境后阴道流血 就是说姨老太太啊 绝境都十二几年 都六七十岁了 十几年前就腰干了 老百姓讲腰都干了 是吧 整个身质器官都已萎缩 结果呢 又见红了 怎么说来着 枯树又逢春 老树长腺眼 妖孽之响 对不对 绝境后阴道流血 但是我得提醒大家 如果患者尚处于 绝境过渡期 也就是快绝境了 还没绝 此时如果得内膜癌 表现为异常子宫出血 重复一遍 我们叫可以表现为 异常 子宫 出血 对不对 比如说 精量多 精气长 不规则出血 这个时候 大家就需要 与 绝境过渡区的 供血相间别了 比如说 无排卵性 供血相间别 因为他们的表现 都一样 都是 异常子宫出血 同意吗 其他的像一些 阴道排液 阴道排出一些 恶臭的这些液体 浓血性的恶臭液体 有的人 有的老年人描述起来 是这么说的 患者原话 就最近这个裤衩上 老有那些 像那个豆腐乳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想象一下 晚期呢 就是癌的恶病值了 是吧 另外就是转移造的症状 转移到哪 哪就出状况呗 好的 下面体征 注意了啊 子宫里长癌了 体征就是子宫又大了 又软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用了一个柚子 柚子 绝经后的子宫 应该以身是萎缩了 两张皮了 是这意思吗 结果又大了又软了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生育年龄 子宫大了软了 我们考虑怀孕了 绝经后 子宫又大了又软了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激发 弓腔内的肌农感染 可以有丫痛 有的时候可以摸到一些转移造 好 探题 内膜癌早期最常见的症状 没别的 出血 OK 所以答案是A 但是请注意啊 ABCDE 都是内膜癌 可以表现出来的症状 但他问的最早期吗 出血 对吧 激发感染可不可以烧 可以啊 有的就是烧着来的呀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内膜癌的诊断 只要有异常子宫出血 就有 内膜癌的高位因素 就是这些病史啊 有异常子宫出血 只要我们考虑到内膜癌 这个时候 想要诊断 需要借助以下的辅助检查 这是我们查的顺序啊 我故意给出这个箭头 就是想让大家注意这个顺序 我们第一批要上的辅助检查 肯定是影像学 目的是看一看 弓腔内有没有东西 对不对 弓腔内有没有长出东西来 有无占位 子宫内膜的形状 对不对 然后影像学看了 弓腔内的确长东西了 甚至我们还能看到基层倾润 是吧 这个时候 我们要想确定长出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是炎症还是癌症 还是结核 是吧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做组织病理学检查 也就是诊断性刮工 到这我们就确诊了 就确诊了 确诊之后 其他的检查 比如说 弓腔膝边 查细胞学 尤其是CA25 这些都属于 治疗监措 评价治疗效果的 这是这几种检查 他们的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比如说 我们这有这么一句话 只要合并有以下情况的 异常阴道流血的妇女 就应该警惕内膜癌 这以下这三方面 就是内膜癌的高温因素 比如说有肥胖不欲绝经延迟 高温因素 第二 有长期使用雌激素或他摩西芬 或有雌激素增高性疾病史 比如说多脑卵巢综合征 或者说有家族史 有乳腺癌 内膜癌等的家族史 有这些出现异常阴道流血 我们就要警惕内膜癌 然后影像学这里 我们最常做的 第一个检查就是精音到做超声 就音超 这样我们可以做出初步诊断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 知道超声的这个报告 它是怎么报告的啊 在题目中一旦出现 你得看明白什么意思 比如说 内膜癌长癌了 会表现为肱腔内出现不均止的回身区 或表现为肱腔线的消失 按说应该有清晰的一个肱腔线 对吧 肱腔线 但是肱腔线消失 如果寝急基层 可以在基层里面看到不均止的回身区 如果我们做采超 采超的话 甚至可以反映 长出来的那个东西里面 有丰富的血流信号 这更加提示是恶性的 就是不是好东西 就这东西有血共 是长东西了啊 第三 其他的影像学 这个我们更多的用于 治疗前的评估以及辅助分析 对辅助分析数前进行辅助一个分析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如果做MRI和词 做核词的话 更可以对基层浅润的深度和宫颈兼指是否被浅润有较准确的判断 那如果做CT的话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有没有子宫外的转移 比如说淋巴结 这些对分期可以在术前做一个初步判断 但是别忘了内膜癌最终的分期是手术分期 是术中 手术探查中确定的分区 最后确诊 确诊的组织并率学检查 取子宫内膜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分多二诊刮 就是诊断性刮工 第一张图 第二就是子宫内膜活减 也就是在弓腔镜下 直视子宫内膜 直视子宫内膜啊 比如说如果B超发现弓腔里没有明显的一个追生物 就没有明显的长出东西来 但是我还是高度怀疑它是内膜癌 我就可以做弓腔镜啊 弓腔镜棚工之后 我一点一点的看看哪片内膜 长得不太正常 我可以取获解 是这样吧 都可以啊 但是我们诊断性刮工用的更多 分多少诊刮怎么做 我们顺带手把这个检查说一下 看分段诊刮的正确率 80%到95% 我希望大家注意到 它不是100% 为什么 有可能没刮准啊 挨变区没有刮到啊 这是它的一个短板啊 要求 先刮工井管 刮出武装业小瓶 贴标签做标记啊 然后再刮工腔 分别送病理啊 分别送病理 并且提醒大家 在 刮工井管之前 不要先去探查工腔 只要你是为了诊断性刮工 不要探查工腔 必须先取了工井管的这些 标本之后 再进工腔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 有助分期 第二 有助鉴别 明确挨的原发病变到底是哪 对吧 第三 刮出武 送病理 没啥了 接下来看一下工腔镜的活检 它的好处是 可以直视工腔内病灶的大小 了解一下工井有无受累 直视下取国检 从而提高诊断率 但是它也有短板 比如说整个空腔已经被癌组织占满了 你还怎么做工腔镜 对不对 就做不了了 所以这两个检查各有其 怎么说呢 独到之处 各有其用武之地 其他的检查 细胞学啊 一般我们国内用细胞学诊断内膜癌 尚未全面开展 这个我们又叫它工腔吸片啊 又叫它工腔的什么 吸片 也就是往工腔里面灌生了盐水 然后把东西吸出来 吸出来的东西里面找癌细胞 这个在国外用的会比较多 我们国内用的会比较少 细胞学一般我们用于工颈癌的衰查 因为工颈的细胞好取啊 对 好 另外呢 就是CA25 只要是癌 CA25都升高 是这样吧 那摩CA25也有升高 我们可以用它作为疗效观察的指标 好的 过了啊 下面是鉴别诊断 只要可以引起异常子宫出血的 都要鉴别 对不对 只要可能导致跟内膜癌同样的症状体征的都要鉴别 包括什么萎缩性 老年的萎缩性阴道炎也可以出血啊 阴道出血 呃 年膜下肌瘤 内膜的细肉 是吧 宫颈的癌症 包括其他的生殖道的癌症 比如说子宫的肉瘤 输卵管的癌 还有工学 都要鉴别 不过鉴别起来并不止 倒也简单 就是对于我们考试而言简单 但对临床不一定 考试而言 一刮全清楚啊 叫一刮全明白 取出子宫内膜来看一看就好了 病理医生报告 这子宫内膜 中型粒细胞满视野 那就是子宫内膜炎了 是不是这样的 或者就告诉你 传统癌细胞 那就是内膜癌了